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雍容雅裔 清歌曼妙的弦管声中 在聂影武春广秀浮沉的身影 挥洒淋漓的是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挥洒不尽的是自己前生今世的风雨沧桑 追寻高甲戏的历史 追寻这古典戏曲史里一道被遮蔽千年的风景 一条被历史遗忘的叙述漫络 一卷作为南海明珠的姓氏孤本 高甲戏是福建省五大地方剧种之一 分布在闽南地区台湾省和东南亚 华侠聚居地 是闽南诸聚种中流伯区域最广 观众面最多的一个地方戏曲聚种 被称为闽南文化的精髓 和中国古汉语的活化石 高甲戏的起源啊 起这个名模清楚啊 一个闽南一种叫做宋江宅的化妆游行 每次游行的时候啊 总要化妆一些古代的英雄人物 比如说这个水火传的一百零八将 那么在游行的过程当中呢 经常啊有做一些舞打表演 所谓群众呢 都叫他们是宋江宅 到了这个道光年代啊 就是清朝的道光年代啊 宋江戏呢比较发展 那么这个高甲戏的这个由来 有几种说法 就是说以前这个都是演那些舞打戏的 演舞打戏呢 就要拿这个干戈批盔甲 所以把它叫做 歌甲戏因为歌跟高 我们明南话是同音的 所以就叫做高甲戏 还有还有人的说法呢 就是说原来是从这个 黎元的七子班 变过来的 七子班我们加了两个角色 叫九角 九甲戏 那么九跟高 在明南是同音的 所以九甲戏跟这个高甲戏 音是同样的 解放以后 它证明把它叫做高甲戏 高甲戏的剧目分为大戏戏 绣房戏和丑淡戏三大类 其中以武戏丑淡戏和公暗戏居多 高甲戏来源绝大部分是从木偶 布袋戏和古典小说中吸收过来的 还有一部分是根据民间传说改编创作的 传统剧目有大闹花府 困河东 斩黄袍 孟江女 管府送等九百多个 在表演艺术方面 高甲戏能博彩俊长 并加以融会贯通 形成自己粗犷 威武 挥鞋的风格 高甲戏是以其丑渐长的表演艺术特色 崛起剧团文明海外的 仅丑行分类就有男丑和女丑 丑角的表演艺术很丰富 都是艺人们从生活中提取素材 自己创造设计出来 身段动作细致优美 表情幽默 挥鞋活泼 夸张性很大 节奏明朗 舞蹈性强 轻快自如 妙趣横身 独具一格 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和浪漫主义色彩 不仅能给人以轻松愉快的艺术享受 而且还能引人真思 可以说 以丑见美 以丑见长 挥鞋风序 淋漓尽致 豪放 潇洒 是高奖系艺术的一大角色 在 writer's上 曾经的舞台 就是女生的舞台 每一一喜欢的眼光 你咬我 推出每一位 到底 我们是 未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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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